它適合可能一歲一歲半之後 兩歲那時候的小朋友 我媽媽都會覺得我一定需要幫小朋友 準備一個抑制的玩具 可以投方塊啊 或者是像它有鑰匙可以開鎖啊什麼的 這個很棒 因為它就是把兩個功能都結合在一起了 它除了有可以投形狀的之外呢 它還可以開門 然後它有形狀的對應跟顏色的對應 我們來看一下 方塊在哪裡呢 方塊在這邊 就是你投進去以後 它方塊就會在那個小房子裡面 然後它的每一個方塊的形狀其實都不一樣 你看像我現在 我的頭上可能是樹 但是我的門上面的話是一個三角形 然後為什麼我會說它適合帶出去呢 因為它上面其實有給你一個提的地方 就是它顏色其實很繽紛 它每一個小房間都是可以讓你塞東西的地方 今天如果你的小朋友 我有自己的娃娃啊 或者是我有其他的東西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放進去啊 我不一定只能放積木 假設這是我的人偶好了 它就可以住到裡面去了 空心的積木都還蠻好的 它就是你等小朋友大了之後 它可以拿來當印章服用 就可以直接沾那種無毒的印泥 然後蓋得多上啊 後蓋什麼啊 後蓋得多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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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